你把它切一下,然后发到时候你再那个 发给我了吗? 发给你了,发给你了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然后呢,今天特别 我的好师弟,然后勋特意从 伦敦来剑桥找我一起过生日 然后跟大家一起直播,唠唠嗑 好想你 好想 然后刚才,黑了黑了 谢谢大家的祝福 昨天晚上,那个 看到今天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同学里面在群里发 说昨天晚上英国有极光,很漂亮 但是呢,因为 今天早上 我要起来跑步 对,跟大家一起训练 所以就是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去看呀 对,今天晚上可以去看极光 这个极光是给你庆生的 特别好 而且跟我那个专辑的颜色特别像 曼陀罗 真的耶 很紫红 为什么我这个黄黄的 你这个这么亮 你这个这么亮 哎,这样 嗯,是不是 嗯 原来我屏幕没调亮 睡着了 睡着了,因为今天要太早起了 我们 我们的同学都是超人 然后 九点上课 一般都五点起来 然后就开始 去 跑步 然后一跑 就是 一跑就要十几公里 然后呢 之后我也会发这些 因为我都拍了一些视频 之后也会发到 发到网上 然后 对,剪好了会发到网上 然后 其实 其实之前我不是在演唱会上 说有个这个 立了一个flag 那个flag就是 要完成一次 马拉松的比赛 就是也是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挑战吧 之前也不知道 就是有没有信心 能不能够完成 所以一直也没有说 怕到时候这个牛吹出去了 结果完成不了 就很尴尬 嗯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有 哈哈 因为我是受到一个启发 就是最近 有一边是一个女生朋友 然后她叫 那个集结 世界上所有马拉松比赛的 那个奖牌 就一个很小个 一米六不到的一个女生 然后在伦敦这边读书 我就觉得哇 就受到跟她一起健身啊 有时候的启发 觉得很酷 很运动很健康 对啊 你要不要你继续进来 你要不要你继续进来 我出去站 而且而且我觉得跑步是 特别容易让人心里舒服的一个事情 可以可以忘掉当下的一些烦恼 然后呢 而且很健康 特别是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 很好的可以了解这个城市 然后我们一路都会从市区跑到这个村里面 就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 而且最近是英国上一周都很冷 然后最近你来的这段时间是英国最美的时候 我同学让我带羽绒服过来 对结果 因为上一周我们就穿羽绒服啊 然后你因为你来的时候 8号来的嘛 那样开始就是天气就很好 嗯 特别的舒服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开演唱会嘛 又说开演唱会 开演唱会需要特别特别的体力 所以 跑步我觉得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对 而且持久力耐力 是不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我跑完那个半马以后 我觉得 之前之前我跟他们比很菜很菜的 我跟着他们哼哧哼哧哼哧 然后又跑不动 然后还好有同学陪着我一起 然后 这次跑完半马以后呢 我就感觉哇 整个人就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很高很大一个段位 就跟他们比 然后就可以很游刃有余 哈哈 要睡吧 其实我去了每个城市 包括去香港啊 去马来 去新加坡 只要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去 跑一次步 对 不管是在室内 还是在室外 然后读书的时候 我是觉得就是 我这些同学 同学们也非常的棒 他们都是 不仅自己的工作很忙 然后课程其实也挺忙的 他们都会 早上一帮人 你就约好了 风雨无阻 就是要早上起来跑步 哇 对有人跟他一起跑 他同学们跟他一起跑 回头这是我们的新款T恤 嗯 回头送你 全留在 他留在英国 好的 我的睡衣都是穿着你的 下次再送你我们的真丝睡衣 新出的 素 背心真好看 摩摩 摩摩他的蛋糕在这儿 对 对 然后现在很饿 因为为了要直播 没有跟大家一起去 吃吃吃吃 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吃那个 吃吃午饭 我现在还没有吃午饭 所以我现在 你的午饭在这儿 饿得发晕 饿得晕 你看我从伦敦带过来的锅 给他做长寿面 在吃这碗面之前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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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蛋糕 昨天还没有看到极光 今天约了 跟正好熊也来了 然后 跟熊一块 我们 手 然后我就 提前跟他们说好了 明天不跑步了 明天 今天要看极光 明天 实在起不来了 昨天跑了16公里 今天早上跑了14公里 跑到我的脚 我一开始觉得我的脚尖 怎么湿湿的 原来流血了 就是我脱一脱鞋 怎么脚尖 那里也是有血 然后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去洗澡 我就想想 有破的地方肯定会刺痛嘛 我一洗澡嘛 也没有刺痛的地方 然后 我看看脚吧 也没有破 也不流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加时差呀 有劳累呀 所以 而且英国又很 非常的干 非常的干 干裂 可能把我的这个指甲盖 或者什么都干裂了 然后它 跑着跑着 它又好了 稍微流了一点干血 对呀 特意带了一个锅 然后做长寿面 不是你们 你 提的建议吗 然后 大清早七夜中起来 调了一个 他最爱的四川酱 那会我们店里的 对 熏的熏店里的东西好吃到爆 好吃的熏 嗯 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毕业了也经常去他那吃好吃的 嗯 特别好吃 在上海 现在还开吗 没有开了 关掉了 想在伦敦开 对 在伦敦开起来 嗯 在昨天老师 特意去找的 因为这边卖蛋糕的地方很少了 就找了个很修正很小的蛋糕 回了 我问他有蜡烛吗 他说没有 没有蜡烛 假装 许个愿 我们现在不在伦敦 我们在建桥 刚刚有网友问 对 我们在建桥 这次过来建桥大学 学习 交流 而且这两天真的超级美 天气太好了 好的凶 而且这边他主要是房子都很低 然后一眼望过去全是绿色的感觉 吃一口吃一口 我开始去做面算了 吃波做面 我先吃两口 栗子蛋糕是吧 栗子 你要不要来 我不用你吃 我好想吃面 我好想吃面 来了以后 I know 真的昨天特而求其次 去吃了泰国 泰国的粉 真的好想来一口 中国的主食 顶一下 太累了 这几天跑步跑得我 累得发晕 看这是我带的面条 还有那个调的酱 正好今天中午 妹跟同学们一起去吃午饭 这个能不能 我让它解除一下 你解除一下你的这个手机锁屏好不好 一秒一关一秒一关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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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怎么说 甜品怎么说 Cakes Cakes 蛋糕 甜品 Dessert 没错 对运动完了 其实运动确实会加速衰老 但是就是运动完了 一定要注意补水 休息 对 运动完了贴上面膜 对不对 这个在哪儿设置 显示与亮度 自动锁定 永步 OK 好吧 好我做面了 开始做面我跟大家聊 其实其实其实跑跑跑步 好可怕 这是谁 跑步对我来说 那个 因为之前一直有跑五公里啊什么 但是十公里以上几乎 我就没有跑过十公里以上 因为十公里以上就要到一个小时了 对我来说 就 有点吃力吧 我觉得是有点吃力 然后我们班有一个跑步的大神 他 他 其实 他在 他跑全马 可以跑进三个小时以内 两个小时五十多分钟 所以就是 到 就业余里面 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专业了吧 已经是 所以我觉得上这个课程 认识很多有趣的同学 然后同学之间也会带给你非常多的启发 我觉得这就是 读书的意义吧 不仅仅是老师啊 你的同学之间的交流啊 然后他们的认知啊 他们对待世界的看法 其实都是值得 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一会儿糊一会儿清晰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是翻墙可能不稳定 导致的 哦 对 对三小时内的全马 非常厉害 然后这次在苏州跑半马的时候 真的 天气其实说实话 对于第一次跑半马来说 有一稍微有些恶劣 因为 那天下雨 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是毛毛细雨吧 毛毛细雨完了以后 跑的时候就还好 然后呢 刚跑我就把雨一撕了 因为很闷 然后就跑跑跑 其实 其实前面的前面都还好 只是跑到最后最后 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我那个兜里的吃的也没了 然后在补给站 就忘了拿吃的 也没有也没有带吃的 所以哇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饿得不行 因为我全程都没有吃东西 就是喝水 就是过不及待 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嘛 就喝一口水 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然后什么什么 盐玩啊 然后那个什么的 那个什么像那个 那个能量的那个东西 都都装在兜里 然后都吃了 我记得吃那个什么电解质 玩 我刚开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嘛 刚开始的时候 嗯 就打开那个包装 啊 就是看那个包装 就电解质玩 然后呢 我就打开了 吃了 全一整个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呢 哎 我说怎么没有味 我说他是不是得把它搅碎了 再吃啊 可能像糖一样的 好 搅碎了再吃 可能会比较有味 我一搅 我妈呀 吼咸吼咸 吼咸 吼咸 就 他那个电解质 盐玩 他是 他是盐玩 就没有看清楚 那个盐的那个字 然后 啊 就给我咸了 但是一咸 就精神了 然后就 咔嚓咔嚓 又开始猛猛跑 我记得在15公里左右的时候 吃那个盐玩 猛猛跑 猛猛跑以后 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难呢 因为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突然 雨下得很大 然后其实我跑这个马拉松的全程 我的鞋都是湿的 就很 就像 就是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 全程都是湿的 然后 十八九公里的时候 又饿 又 又渴 然后呢 又下大雨 我还路过了 看到一个路边的人 可能是帮忙拍照的人 我都 问他求了一口水喝 要不然实在 顶不住补给站了 我记得到了20公里 我记得没错的话 到20公里有个补给站以后 直接炫了三个那种 那种 那个卷 叫什么卷 再到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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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俩的跑步 其实我觉得就是 坚持锻炼 我觉得第一 让自己心情舒畅 缓解压力 其实每个老师 心理老师 他都会跟你说 适当的运动 一定是 帮助缓解压力的 而且大大的降低 得抑郁症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 运动是 对大家来说 是非常好的 对 一定要记得吃东西 其实吃东西是有备无患 或者你兜里装一两个 因为怕你跑到中途 可能前后都没有补给站的时候 你想吃的时候吃不到 又累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 你想吧 又饿又累 然后呢 前面又 看不到补给站 你就很 就是 就是很难坚持 因为身体的原因嘛 需要糖分嘛 然后在香港跑步 香港跑步 你的面 烧起来了 烧起来了 好的 大家看一下我的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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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在香港跑步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 很有趣的故事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 从 从深圳过去嘛 当时收行李的时候 小姨还问我 小姨问我 她说那个 要不要给你装跑步鞋 我说不用 我说我在深圳的时候 已经跑得太凶了 这些同学都快把我 跑晕了 你想想看 跑了一次十公里 跑了一次十二公里 在深圳的时候 我说我累得不行了 我说去香港 我不想跑步 我就想好好学习 结果到了香港以后呢 那个 就深圳一些跑步的同学 就太热情了 她说 跑步跑步啊 说来了香港 对吧 读书 他们一般都是 跑完步再去上课 太拼了 怎么这么贫 这些企业家太拼了 她都说跑完步再去上学 我说我不跑了 我说我鞋都没有带 因为找个借口嘛 是吧 我说 我说我鞋都没有带 我说不跑了 不跑了 她说没关系 你没有带 没关系 我给你去买一双 结果她那几天 她主持新生晚会 然后呢 就很忙 没有帮跟主持人对稿子 什么的 就是时间非常的紧 她一下了课 就二话没说 冲到了跑鞋店 就说你要哪一双 啊 我说啊 然后就马上给我买了双跑鞋 那 人家的一番好意 对不对 我们 这个 心心很软 一番好意 买了跑鞋 那怎么可能不跑呢 那肯定得跑啊 对吧 呃 我就去那个 又去那个运动的专卖店里去买了两身衣服 啊 两个帽子 去shopping了一下 然后买了 呃 准备好了 对吧 因为跑步的衣服也没有带 所以就 就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呢 很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发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 那天晚上啊 要第二天要跑的那天晚上 结果 跑会讲故事 忘定闹钟了 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我住几号房 就他们就去跑了 我就没跑 哎 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 我心里真是难受 我觉得哎呀好亏欠大家呀 答应好的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然后我就我就那个 而且那天晚上我记得好像要直播 我记得没错的话 对 然后我就很很难过 我还说不好意思啊 我说真的是忘记闹钟了 其实我其实他们去跑了 他们本来是五点钟起 到五点半我才醒 然后后来他们就去跑了 然后我到上课的时候 我还不好意思 我说哎不好意思 我说明天我一定起来去跑 然后呢我就 后来还是觉得心里有愧疚 我说我补上 然后下午下了课 晚上不要直播嘛 下完课有一段时间 我就去健身 然后健身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跑了大概五公里 我觉得心里舒服了 然后发给他们看 我说你的跑鞋用上了 然后跑了五公里 这样 然后紧接着呢 到了第二天 约定好了吧 这一次肯定不能放鸽子了 我说我直接 我是先把闹钟订好 群里的同学还说 你订好闹钟没有 我说直接先把闹钟订好 我说不可能 我绝对接起来 然后你知道吧 精彩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个酒店隔音特别不好 就我就睡觉了 整整宿整宿 到了一两点两点钟 对面就进门敲门 开门就在我的对门 进门敲门开门 就一晚上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我说真的是不要睡觉的吗 后来我好不容易 我听了那个有声读物 听了一听故事 明朝那些事 就是那个 每次我真的 我真的实在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会打开明朝那些事 欢迎大家收听明朝那些事 我王更新 为您播讲 好 好不容易听到这个声音 熟悉的声音 睡着了 没想到四点多 就是还我闹钟还没有响 隔壁又开始敲门 又开始进进出出 哇 给我气的 我说这是不要睡觉的吗 我说隔壁 哪有人 这两点多睡四点多 又起来的 我就气 后来我就平静了自己的怒气 我就开始 热身 我说醒醒 那醒了吧 不睡了 那我体验起来热身吧 拉伸 因为本身 这个膝盖就有伤嘛 我热身要比别人更充分一点 我就开始热身啊 这一个洞哪 好越想越起 还在进进出出 就是这个门呢 就还没有停过 我就踢 然后我就假 因为隔音不好 我就在我的房子里 我就敲了几下 我说真的 我说看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 然后我就听到 然后我就听 没过几秒钟 就有人推门 然后我就倒 我说知道了吧 知道有多不隔音了吧 多吵了吧 我在我房间敲门 他都会 他都会那个推开门来 看看 到底有没有人 然后我想想 后来我想想 我说 我就准备出去跑了 跟同学会合了 然后我就想 我说要不要再 再 再恶作剧下 再整一下 我 因为已经 已经敲过一次了嘛 那我就 一推开门一看 结果 知道吗 我一抬头 傻了 对面贴的都是 对脸 人家结婚 隔壁结婚 瞬间我那个气啊 就没有了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说只能说一句 新婚快乐吧 我 然后你知道吗 真的是那个气 一下子就被炒了整晚 然后没怎么睡 然后又要去跟同学跑步 整晚这些所有的气 都消散了 只能跟他们送给这对新人 一句祝福 新婚快乐 对 然后 就去又去跟同学们跑了八公里 那 给我累的 抗吃抗吃 哎呦 讲累了这个故事讲的太长了 太长了他也会讲故事了 太长了 这个故事 一整个会讲 爱讲 喝口水休息一下 太累了 这个故事太长了 喝口水休息一下 喝口水休息一下 喝水啊来直播一下我的面 好了有个们都上休息了啊 来直播面条了 哈哈 哈哈哈 太亂了吧桌子 没事 太多了 小心小心 我看看啊 雪姬的是要说什么内容 其实还有个故事 我跟我妈的故事 但我决定今天不讲了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有点太多了 下次再跟我讲 跟大家聊 我和我妈的故事 伦敦这次来 这次来还是 我觉得很开心 游了剑桥河 然后感受了一个这个大学的氛围 他其实为什么叫剑桥呢 Cambridge 他其实大学就是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大学 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分什么什么城市里 他没有一个校门 他没有任何一个校门 整个城市都是Cambridge 都是剑桥 然后你连接学校的WiFi 你可能走到大街上 你就可以连上 就是他 就是这点很好 网络还是可以 比伦敦网络好多了 天 伦敦差死了 对伦敦的网络真的是差得爆炸 然后由那个剑桥和 我同学 跳进去了吗 他们很多就是 你知道剑桥的学生 他们压力很大 很多人就是 比如说写完作业 学习结束之后 他们就会跳下去 哇塞 所以 你知道吧 我们那个 然后就说 就是他们也会介绍徐志摩嘛 从这出去 然后我们也会问康桥在哪 其实已经没有康桥了 好像已经被就是破坏了 然后重新建了 然后只有一个 以前康桥所在的位置 我的同学就说 说了句句搞笑的话 因为河边 就是由康桥的时候 有那个剑桥河的时候 是剑桥河吧 有那个河 学校那个河的时候 就两岸 因为天气特别好 两岸都是谈恋爱的学生 真的全是谈恋爱的学生 好羡慕呀 然后我那同学都说 怪不得徐志摩能写出这样的诗 他说 看连鸭子都是一堆一堆的 对 鸭子在这儿都想谈恋爱 我刚来英国的时候 也去了那个 就来了第一站就是剑桥 真的那些阳光特别好 就是阳光洒在那个水面上 对 光灵灵的 而且他还有很多柳树 对对对 然后你就完全理解 徐志摩他写这个诗的那个意境 好吃的胸 哇 还有酱汁 还有面包 还有面 太好吃了 没想到今天还有吃播的内容 好吃的胸 好吃的发胸 正宗的 成都的面 哇 哇 熏绝做饭太好吃了 哇 完美 这没有肉 没有不需要 我昨天我就问他们好想吃完面 退而求其次 吃了粉 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剑桥看一下 看完剑桥之后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 如果自己的小孩能够在这上学 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情 就贵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教授跟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们的教育就是他们最大的这个收入来源 整个剑桥 非常贵 很贵 哪里面 从伦敦带过来的 飞过来的 然后其实我 我们是其实不同的教育模式 国内的大学其实是 难进 就因为我们高考特别难 难进 但是国外的大学是难出 毕业很难 就他们 你进来可能比较容易 就拿到offer 可能比较容易 但是你想要从这毕业 因为要写东西太多了实在是 对 就很难 好 好吃的发晕 昨天跑了16公里 今天早上跑了14公里 整个跑了30公里 你又吃了一口 嗯 糖啊 嗯 这是有疗效的猴糖 几个小时之内只能吃 要隔几个小时吃 你吃的太凶了 太要吃了 你以为当金嗓子猴宝呢 今天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一会儿晚上 可能有 极光 对有极光 以及半五六点 十点半到 一点 晚霞应该也很美 今天 哦 能见度特别高 这两天全是这样 太美了 不够啊 这还有啊 没有泡烂吗 我喜欢吃硬一点 太好吃了 我很好养活的 我妈 她一般只做一顿饭 就是中餐可能就是做的好 预备 预备 封丝一点 晚饭就是面条 永远的面条 要不就是炒粉 有排面 我去拿个纸 太舒服了 啊 太舒服了 出来我觉得在国外最难忍受的就是吃不到国内的美食 或者是没那么方便 没事 大熊再给我准备第二碗 喝点水 喝点水 想我半碗 好了 没有酱汁 只有这个 酱汁用完了 酱汁用完了 哇塞 面是带了很多 酱没带够 我本来想去买两个鸡蛋打两个蛋 然后我怕这个警报器会响 因为它有效益的鸡蛋 竟然没有酱汁了 哇 绝 一个字 绝 哎呀 好吃的发晕 我最擅长做的是宜宾燃面 因为我做燃面特别好吃 酱有点浓 有点咸了 因为在底部 第二碗也干完了 第二碗也干完了 酱汁 热干面焖面炒面都好吃 对 太好吃了 然后大家新歌有听吗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听了 你有很多印度的 印度的粉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应该把Tiktok给你打开吧 嗯 嗯 Buddy So Welcome to my Live camera 应该怎么说 Live camera 直播怎么说 就是 Live camera Live 嗯 Hello everyone Welcome Welcome I hope You have a 怎麼說 要想說大聲 You have a great moment in here Live Instagram, live video Let's talk about English Do you have some English question? When will you return to China?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Can you hear you speak English? My Chinese is not good OK, sure 他讓你唱英文歌 唱英文歌? 沒有這個直播 沒有這個流程 小哲 When will you cut your hair? Maybe soon Cause When I running Long hair is Long hair is 阻礙什麼 Defend 防守的 阻礙什麼 就是長髮很阻礙我跑步 Long hair is No No Suit for Make me too wrong 就讓我不 No suit for No suit for 不太適合 No suit for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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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 What are you eating? Noodles Chinese Noodles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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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想象我在现场能够唱这个歌的时候 然后第二首歌也录完了 第二首歌也非常的难唱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现场怎么办呢 然后我的制作人就说 他说我们再推自己吧挑战一下自己 对吧 年轻的时候不挑战自己什么时候挑战自己 对吧 as fact OK 可能后果与我结束一下 Hion 因为太 secured了 我们也是很确定的 因为aton miss you so much yeah i'm also miss you so much 哎呦 哎呦 會有星星出來 哎 還沒了 他們電到 不是 不是 我筆心看到 好會發射 去年的願望實現了嗎 去年什麼願望啊 不記得了去年的願望 Could you share some interesting story between you and your mom Wow That's a long story 哎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東西 全部翻譯成英文版本 發在那個YouTube上 什麼東西 做那些東西的視頻 多有英文版本 今年再許一個願望 看 我看那個那個 你今年的願望 什麼 我其實其實不會許太具體的願望 我其實就是希望 呃 大家能夠健健康康 然後保持好 呃 這個 自己的身體狀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心裡很健康 然後你的身體很健康 這樣你才有精力去做很多事情 可以去很多地方 接很多人了解不同的文化 因為確實 你到了很多地方以後 你就會了解 嗯 很多不同的文化 對 然後去接納別人 啊 包容度 然後今天我在 我在 我在課堂上學了一個單詞 就是一個講 就是 Design 就是 設計課 Design 然後老師說了一個 他說你要有個 Empathy Empathy 就是同理性 他說你只有跟別人有同樣的同理性 在那別人的角度 可能在那各種不同 不同的人群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你才能夠做更好的產品 對 Demi You will be your ex again after your HearCard HearCard 嗯 Yeah 嗯 現在吃的 Empathy Yes Empathy 書的影子很卡 這邊很清晰 那邊很 這是人數吧 嗯 是吧 你是因為有這個魔的原因 是不是 他說很黃 很黃 不是 我這個光感跟那個好像就不一樣 嗯 他這個 這個一會兒亮一會兒 越南有個新劇 啊 好熱 吃熱了 啊 空調我給關了 我就開了 哇我的腰 哈哈 拉傷了 哦 要看這個嗎 哦 對 看一眼 哦 哦 哦 然後 其實那天 哎 這個我覺得 不說這個 然後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粉絲寶寶們啊 因為 上次上一張專輯的效應非常好 然後被認真的白金專輯 這都是 你們的努力 然後呢 曼陀羅也上了 大家 有沒有去 嗯 然後我也是希望 這次也是準備了一本沒有發過的寫真冊放在裡面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爭取在第三張專輯的時候放那種自己的小卡吧 然後前幾天團隊還在開會啊 希望能夠找一些拿到實體專輯 然後再澳洲見面會的時候可以作為奨品抽給大家 什麼時候進去 沒有 我不是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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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買了嗎? 然後 下個工作就是 5月份的接受到HITTO的電臺的邀請 去演出會唱幾首歌 猜猜會唱幾首歌 他們因為是大家都要表演 所以會有一個時常 對應該是會唱三首歌 然後也是 在英國的時候要練習一下 雖然沒有這個Bang跟我一起練習 但我自己也得練習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能去小巨蛋的朋友們 大家可以享受 享受那個晚上 享受 享受音樂帶來的快樂 其實Can you hear me 那首歌一出來的時候 就還沒上線的時候 我就很迫不及待的給我一些 我認為就是比較懂音樂的朋友聽 我說 周哥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做了一首 自己會覺得很突破很創新 然後 就自己也會覺得 看看希望得到一些 你認為就是說在音樂方面比較 比較有賤賞能力的朋友的肯定 給他們聽了他們都覺得很不錯 然後也沒有聽過類似的 對 在華語裡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斷的creative 就是創造很重要 創新創意 這個是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事情 而且是激勵我們可以去一直向前 一直努力 然後但是呢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多多去出去走走 走可能 一花一草一木 可能來了劍橋 看到了這些 朝夕蓬勃的這些讀書的這些年輕人 想起自己以前的時候 然後看到他們的臉上帶的那種火力 然後 就是 你會覺得很有動力去 而且就是很多這邊人他們喜歡在公園裡邊 然後拿一本書 然後一個人自己就在那待一下我就看書 是 特別 就是 我還經常能看到幾個那種鏡頭 就他們有很多窗戶嘛 他們那種像一下 對對對 然後人家就坐在那看個窗戶 然後你雖然是無意中的經過 但是 你從那個地方看到一個人 不管男生女生啊 就一本書他能喝一杯咖啡 然後他就做進一度 就是很像美的 像畫一樣 就是他們我感覺的話 就是像我跟我外國同學交流的時候 他們是 嗯 比較遠離 手機的 就是電子東西 他們 就像我們可能對手機的依賴 就比較多一點 是是沒有手機根本就 沒辦法 就沒有電了 就是導致你會很慌 是 他們吃飯 他們一般手機都不會拿出來 然後整個飯局吃完之後 才開始 可以聽到這首歌的創作靈感嗎 其實 其實 可以聽到這首歌的創作靈感 當時其實就想 當時是有這個 先有這個 idea 就是說 我跟我製作人聊 我說我想 因為 其實越簡單的歌詞 越體驗這個編曲啊 製作啊 包括唱功啊 等等一系列 給你背後所有的東西的呈現 所以 當時就是決定了要做 就只有一句歌詞的 歌 然後這句歌詞呢 後來 我就 我就 我就一直在想 應該用什麼 哪一句嘛 然後後來就是最後決定 Can you hear me 然後跟我的想法 你看像Fanny Voice Fanny Voice 對啊 就是 大概的感覺 我覺得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對 沒有人可以決定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所以就是 要聆聽自己的聲音 其實也有的時候 事實上讓世界外面聽到我們的聲音 也可以是說 要讓自己聽見自己的聲音 有的時候是要向外尋找 有的時候要向內尋找 其實這都是 就是我們要經常去自省啊 經常去看世界的一個 一個 必須要做的一個事情吧 然後 Can 它是一個詞 Can you 又是一個詞 Can you hear 也是一個詞 Can you hear me 所以它其實有 本身這個詞拆分開來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對 Can you hear me 你聽到什麼 有可能不是我 有可能是世界萬物的聲音 有可能是 來自這個空靈的世界 天地之間的聲音 Can 能嗎 你可以嗎 我可以嗎 大家可以嗎 Can you 你能嗎 你能不能 我能不能 所以就是這短短的可能這句話 然後我其實我一直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想起了 就是之前看的那本書叫分長之書 對 其實那本書給我的 因為它的一個創意啊 它包括它 它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給我這句話 唱的時候我就在想書裡的一些內容 對 其實也不要去侷限自己的想像力啊 就是而且而且其實就是很多事情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我們去掃墓 我們說的人的鬼的這個說法 或者什麼東西 哎呀 怎麼怎麼的 但是他們這邊掃墓 就是你看經常電影裡 就是他們就帶了一瓶酒 就做的那個墓地去跟他失去的親人去聊天 或者什麼東西的 然後他們認為是這個這個墓地 就是埋了他們最親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概念就是說 都是說不同的看問題的角落 我們好像掃墓是為了 好像讓 讓讓讓讓失去的親人 就是有燒點東西給他們 有吃有喝有用啊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這邊就是說我想 哎來看看你 然後最近有什麼好不好啊 然後跟跟跟他聊聊天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也是能夠聽見的 所以就是 呃 有時候人生到時候會有很多很多靈感吧 然後一些一些靈感就是做這首歌 對他們的目的像公園 因為很多人會去那邊玩啊什麼的帶去野餐 對 對 他們就是就是一個在一個公園裡 然後都會去 沒事他們都會去轉轉 而且他們都見到市中心 好像很很中心的地方 還會去上那兒蹦地 哈哈哈哈 就是天氣好就帶個音響 然後去那邊 好了因為差不多一會兒 一會兒我要去上課了 所以 啊 一會兒就 等會兒就跟大家說再見了 飯也吃了 天啊聊了 然後很開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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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和我們一起的 去祝我我祝福 那 我非常謝謝 那 我祝福 大家 想要走上一個美麗的天 啊 啊 的 你夢也會成真 謝謝 拜拜 拜拜 對 照顧好自己哦 大家都要照顧好自己哦 拜拜 掰掰 下次見囉